大家好,现在是三月份 牵插太阳花是最好的时节 因为太阳花在夏天开出非常艳丽的花朵 整个夏天都有花看 而且用太阳花的枝条可以打造各种的造型 大家看一下我这盆 是去年的时候打造的太阳花棒棒糖 现在也恢复了生长 三月份我们这样牵插太阳花 长根茂芽特别快 太阳花是非常好养护的一个花卉 剪下来的枝条一定要粗壮健康的 我这些枝条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 七个颜色 给大家说一下牵插的机制 我用的是中业的植物配液土 主要是泥炭为主 饱水饱肥富含有机制 用来牵插效果非常好 长根茂芽特别快 太阳花生长能力是非常强的 随便插到土耳里面 它就能成活 我们牵插这个枝条的主要是 让它冒更多的侧枝更粗壮 我们剪下来去打造各种的造型 牵插稳就行了 不需要什么技巧 枝条非常凌乱 由于太阳花的枝条实际上是太多了 我们主要牵插下去牵插是让它冒更多的侧枝 要想它冒侧枝我们挑选治疗的时候把顶多的新芽给它剪掉 这样它长出更多的侧枝才会更粗壮 然后就是给它浇透水 用快速生根粉一勺 对一千毫升的水 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 给它均匀的浇透 因为这种生根粉含有天然的活性生根物质 能促进植株爆发式 长出新的根系 现在的温度已经达到了20度左右 是牵插太阳花最好的时间 我们要扎住这段时间继续牵插 等4月份我们就可以拿这些枝条去打造各种的造型 然后就是把它放在阴凉通风良好的地方养护就行了 好了 喜欢太阳花的话 我们这段时间开始牵插了 再见